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來歡迎到的是 我們東雄市的大家長 韓國瑜市長 韓國瑜市長 韓國瑜出席授旗一事 不過高雄市民 快要看不到大家長的身影 外傳韓國瑜預計 10月15號結束市政會議後 開始請假 全台跑透透拚選舉 15號中午要開始請假嗎 是15號要請假 還是16號要請假 好 那就這樣子來 謝謝大家 不管記者怎麼問 韓國瑜只要一聽到請假問題 就掉頭離去 該請假的時候就是要請假 而不是要用行政資源 來行選舉之時 禁辦打太極 不承認也不否認 畢竟請假傳言沒斷過 從一開始14號變成15號16號 還傳出韓國瑜早就規劃 請假後第一站 從俄蘭比出發 夜宿小琉球 這假一請就是三個月 一直到明年1月11號 韓國瑜請假不上班 整整88天 植物將由夜匡時代理 很明顯就是要規避 整個市政 接下來總質詢 各個議員的監督 其實現在對市長來說 他迴避監督 必須 這樣的話 倒不如直接 就是請辭市長 議員痛批 10月中開始請假 根本是為了逃避 11月的議會總質詢 因為根據國民黨票盤估計 韓國瑜當市長 可以領到1.2億的選舉補助款 如果落選 還是可以繼續當市長 因此被批評落跑市長 韓國瑜好處戰盡 請假長達三個月 更顯得 完全沒把高雄市民的托付 放在心裡 三立行為國瑜宣徐敏娟 台北高雄採訪報導